好这个呢是咱们的开箱评测第二梯 来自踩雷大区的一个花 好吧我看看 我们后期小哥又以身四险会不会中雷 这是一盆兰花 说是金玉满堂六年秒 咱们看一看吧 这个花了四十多是吧 三十九块九 三十九块九还买兰花 我们后期小哥可以啊 你说人啊他都这样 不说了 干吧直接干 好打开一下 包装还比较合理 属于一个常规包装 送了一包那个 送了一包那个垃圾袋 那种不要你就别用了 没什么用 我跟你说 他就是粘土粒 好东西他也不送给你 好吧 你也别想着用了 那个能用吗 能用 他就是用我们 用我们老话说叫什么呢 叫图卡拉啊 先撕开这个包装 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系统的带来一起这个兰花的一系列的一个养护教学啊 可能视频有点长 大家耐心看完会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的 首先呢 咱们要说兰花 兰花呢 或者是在那种深山老林里面 他就是在岩石缝里面啊 或者是在那种树皮上面啊 有几个斧叶盖住啊 他就可以野生 蝴蝶兰也是一个道理 兰科的花会在养护的时候呢 很多的花肉养不好 主要是拿捏不好什么呢 它的一个根 你要了解啊 兰花的一个根呢 叫肉质气生根 有的话我不理解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样的叫肉质气生根 像这种肉乎乎的这种根系呢 就是肉质气生根了 另外呢 这个商家来的时候 用的都是一些石垫参半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斧植制 你比方说花生壳啊 或者是还有一些个黏土啊 就是模拟了这种原生态的一个环境 有的话总是问我 老花一兰花用什么土啊 你要了解啊 它这种根系呢 你只需要给它保湿 然后呢 有一定的有机制 就完全OK没问题的 现在呢 发过来的这种状态 几乎和裸根没有什么区别了 咱们把它之前的这个资料呢 就给它换掉就行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空根 一些这些根呢 都已经淘汰掉了 好吧 说是一个6秒的一个啊 咱们数一下 1秒 2秒 3秒 4秒 5秒 6秒 还多 有个8 9秒 很多的话 老师问我啊 就是说 兰花的用途啊 跟它的分苗 分苗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你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种情况 很轻人欲己的就可以拿开的这个呢 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分苗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给它分猪 好吧 接下来呢 咱们这个应该是可以分成两盆啊 咱们就不分第三盆了 接下来呢 给大家说一下兰花的一个用途 首先兰花的一个用途一定要保持什么呢 就是排水和透气 最好是再有一定的腐质质 就很哇塞了 你像咱们常见的一些资料 发酵腐熟的花生壳 一定要发酵腐熟的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椰壳 有的话说 椰壳没有什么营养 但是呢 你要了解 在空气里面都能长 你况且还有椰壳 作为承载体 还能保保湿呢 是完全OK 可以的 还有呢 就常见的颗粒 大家都会用一些比较轻的那种 你比方说青石 露藻 都可以 完全OK的 好吧 接下来呢 咱们就先给大家说一下 兰花的一个配土 你的话说 老花一我买的 你家通用土不可以用吗 完全可以用 放心没问题 好吧 对于养花来说呢 往往最高端的养花 就是采用最朴素的一个方法 就用咱们家的 这个通用的泥炭土就行了 有的话说 怎么这了那了的 这个您放心 一样一样的好 主要是浇水的一个把控 兰花土 没有说是用哪个最好 明白吗 你只要是能 咱们维持住什么呢 一个是浇水的干湿循环 还有一个就是用肥这一块 一定要注意 因为兰花 除了用土就是用肥啊 还有就是用一些药啊 其他的没有那些烂七八糟啊 在种的时候 略微的有一点点小技巧 就是先这么往下面 给它塞一些土 省着里面给它空根 然后抓住一下 之后呢 给它入到盆里面 不要埋得过分的深 假邻径 这个地方叫假邻径 看到没 啊 这种地方给它露出来一下 不要让它过分的在里面 如果说太深了的话就不好 接下来呢 咱们给它入盆就可以了 那有的话 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个质疑啊 关于我用土这一块 我给华尔美再重复的说一下 你只要是了解了这个东西 你只要是知道这个根系 它是怎么个回事 你从浇水 施肥 以及盆土的结合 你把握住了 用什么土都一样 我见过养花的蛋神 什么土都不用 就用石子 一样能把兰花养的背望 那为什么到咱这就不行了呢 你要了解什么呢 兰花的一个根系 还是那句话 肉质气生根 而且呢 它的一个根部 有很多的益生菌群 它可以从空气里面 获取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所以你一定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好吧 不要把兰花养植搞得很神秘 之后呢 咱们花盆呢 就是用的最普通的那种塑料盆了 好吧 只是说盆土 这个花盆底部呢 透气性还是比较哇塞的 之后有的话 肯定会有疑问自然的了 您别急 咱到后期看看这个兰花长势 您就知道了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 我呢 是让这些根系 有一小部分的裸露到外面了 这个丝毫不影响 种的好像有一点点偏了 没事 那后期再去调整吧 让它自己长出来 下一盆呢 种法完全跟另外一盆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说大家收到这种呢 就是不要着急的去给它晾根啊 这那的 当然了 它会带一些这种病菌过来 好吧 杀菌的话 一会儿再教给大家怎么做 这一根是个死的 可以给它拿掉 看到没 这是个死的 它已经死的了 老规矩 老规矩 也是给它先把底土垫一下 这两盆呢 我就简单的先给种上了 种上了之后呢 很多的花肉呢 再收到兰花 可能会感觉比较神秘啊 就是说 出现这种黑斑啊 要用药 要这了 要那了的 我跟花肉们说 兰花 它本来就是一个跟菌群 密切相关的一个植物 它成也菌 败也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刚才咱们也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兰花的根部 有很多的益生菌 你比方解磷菌 还有一些固旦菌 它是靠菌 来生存的 它的自身非常容易招惹这些个寄生菌 还有这些个微生物 你像叶片上面 它也是一个道理 有好的就有坏的 对吧 很多的话呢 就会拼命的去用一些杀菌药 用杀菌药这一块呢 您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在杀灭有害细菌的同时呢 它也会杀灭一些个有益菌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于这个 用药这一块稍微谨慎一下 你像我们也会用药 像我建议大家呢 去用一些个就是那种 你比方说植物提取的一些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叫小粉药 多肉上面用的会比较多 这种东西呢 它不会特别容易的去杀灭一些个有益的菌 好吧 就我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除暴安凉 而且呢 就直接放到土里面 它的一个药效期是比较长的 你可以稍微多放那么一点点 好吧 就这样子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90%的一个病害了 关于这些一个真菌类的 好吧 有话说 怎么怎么的 好吧 你了解这个事就行了 再往下面说呢 就是说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用土 用土这一块呢 主要是一个盆土的干湿度的一个把握 你要了解它的根系性质 就是肉嘟嘟的那种气声根 你在它比较排水透气的 同时能给它补充一些有机制就哇塞了 你像咱们用这个 对于我来说呢 我是等它干了再浇 每回都是干湿循环一些 很多的花友呢 通风不好 然后呢 浇水过多 它肯定就会出现一些烂根 兰花就怕这个 所以说你们买到的大部分的兰花 就是以颗粒为主 都是以些那些块装物为主 你浇再多的水 它都会漏下去 很多的花友呢 就是拿捏不住 是吧 你像我爸爸养花 养兰花就是用沙子养的背棒 用沙子拿那个 粪空里面那个水漂一漂 就这完了 就长得很哇塞 那有的话说 兰花施肥 跟大家说一个兰花施肥的一个笑话啊 也是跟以前的时候在北京一个好大哥 他是有一个师傅 养了三四十年的兰花了 很哇塞 就是身边跟着十几个兰花的徒弟 然后呢 他当时呢 就是拿那个牛粪 给这个兰花施了一遍肥 那个哥们呢 听着就打嘴了 他家里边养了十几万块钱的花 兰花 打嘴了 牛肺 哎 就没听到别的 喝的最麻醺的 还怎么着 咱不做 反正就就记住牛肺了 回去以后呢 正好他对面呢 就是养牛的 结果去那 就拉了一 那个皮卡车 拉了一后围乡 那个皮卡车的那个牛肺 家里边的全部上了一遍 结果花全烧死了 为啥呢 是因为他这个牛肺啊 没有完全发酵复仇 而且呢 他在用的时候呢 是直接糊在上面的 他肯定烧花 好吧 所以你在用粪肥的时候 不是不可以用 兰花是可以用粪肥 要一定要完全发酵复仇的东西 才可以给兰花用 再一个呢 就是用肥料 很多的换肉呢 很纠结 这个兰花 哎呀 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 施肥 你要了解啊 兰花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营养 来源于根部 所以说呢 兰花在我们行业里面 惯以什么名字呢 叫燕肥植物 会怎么洗肥 就是很少 用的肥料比较少 那所以说呢 很多的这些个老花肉呢 都会告诉你 用一些骨粉啊 用一些这个 你比方说有机肥啊 就可以了 就很好养了 一或者说是那个 育肥 是吧 这个兰花的花肉 可能知道的比较多 你了解这个事就行了 那么呢 咱们用肥料 也是一个道理 你不发现了吗 万变不离其中 当你学会了这套公式以后 你口算也好 猪算也罢 要的就是最终的一个答案 我呢 就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不要很多 只需要撒带图表就可以了 不要很多 好吧 一百天一回 不用很多 之后呢 就是它的一个养护了 很多的花儿呢 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复花 复花率 关于兰花的一个复花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 它是在略微冷凉的时候 一个是就是春天和秋天 很多的花儿在屋里边养 是吧 我知道很多的就是花儿 养个兰花呢 就是 啊是吧 梅兰竹菊嘛 兰花就是那种 是吧 君子那种感觉都喜欢养 要么呢 就是一点光照没有 要么呢 就是这个 温度太高 四季常温 所以说呢 这个兰花就不爱开花 也不敢用肥 也不敢用土 就害怕这些事 你了解了这些还害怕什么 兰花是需要一点斑驳的光 好吧 散射光 它不要很强 好吧 这是一个肥料的一块的这个事 还有这个开花的一块事 再有一个事呢 就是说这个叶片上这些黑斑 这个东西呢 可以去打药 这个可以去打药啊 这个可以去喷一些药 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三座童啊 或者是 阿梅灵啊 是吧 等等一系列的 你都可以打药 一旦发现了呢 就赶紧打 好吧 一旦发现赶紧打 像我的话 就会用一些个这种 抗菌素 大家拿来看一下 一旦发现这种黑斑呢 我会选择这种鲜怕的小粉帽 作为一个抗菌素呢 去喷到叶子上面 到时候再给大家去喷 如果说你发现 比较多的话 其他叶片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一个叶片 给它剪掉 好吧 好了 兰花的一个养护呢 就是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 胶水一定拿捏 让它干湿循环 但是呢 你家里面的这个空气湿路 是越高越好 就是空气越潮湿越好 你再配合一定的这些个药品 或者肥料 以及你这个用途 全理解了 现在里讲兰花贼简单 好吧 你不要纠结 不要迷茫 希望这个能够给大家 就是带来一个真正 一个养护吧 那末链呢 给这个兰花打个分啊 呃 苗情啊 就说这个苗情的话 苗情的话 只能给到一个及格 为什么说只能给到一个及格呢 因为它带着 很多一些小黑斑过来的 不是特别的 不是那种A级苗 这种 说白呢 就是C级 就是勉强的一个合格品 好吧 物流这一块呢 我们都是用的 比较挖帅的一些物流 综合于这个 4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来说呢 物流和服务方面来说 还是比较挖帅的 综合评价的话 这个大概能给到70分左右 好吧 很高了也给不上 很高了也给不上 最后呢 大家 我会在花友们的一个点赞 和评论里边啊 把这两盆给送出去 你就要等我养的白白胖胖的 养的很挖帅了 我再送给你 有个话说 你养死了怎么办 不知道 要死了就再买 养花就这样 好了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我等到后期我养好了 我会回来放这个视频哦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会随机抽取的 到处会在视频里面公布 一边关系兰花的一个分享 和评测送给了大家 下期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和评测 一些更好玩的 我是养花一 养花最容易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好了